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熟一些 发展得更为充分一些 相关的理论 相关的技术手段 目前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 所以这门课程本身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注 国内外都有很好的一些专注 我们考察一个领域 发现它的发展是否成熟 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数学在这个领域里面应用的程度 不是马克思说过吗 药带动力学是数学应用 在药理学中应用的最充分 也是最成熟的 它有大量的数学模型来描述 通过对学校浓度的钥匙曲线的拟合 来描述它的一些动态规律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主要是先介绍一些概念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去进一步的选修 相应的药带动力学专门的一门课程 还可以去参考专门的专注 药物代谢动力学 首先它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个就是所谓的 机体对药物的处置 机体对药物的处置 这个处置包括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也就是每一个英文词的首字母 ADME 那么当然为了便于描述 所以在处置过程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词会 分别描述不同的过程 比如说转运 Transport 转运 转运显然就是 这个药物的分子本身 没有化学结构改变的 只是在体内的位置发生变化 比如说吸收 是从给药部位进入到血液循环 然后分布是从血液循环 进入到周边的各处的组织 血管以外的组织叫分布 那么排泄显然是从体内离开机体 离开机体 这些排泄 所以ADE 这个分子结构的 那么显然它这三个过程 把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排除在外的就是代谢 代谢又叫生物转化 这是带有分子 就是化学结构改变的 所以一个没有改变化学结构 一个改变化学结构 它把这两个分开 那么转运有专门的 一些研究的领域 代谢 药物代谢学 这些也是专门的一个研究的领域 注意这个 目前这个领域细分的 非常深入了 再看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术语就是把 代谢和排泄这两个过程 放在一起 叫消除 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个术语呢 这就是说 形成我们药物浓度 衰减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代谢 使得原型药物减少了吧 排泄离开了当然也会使血中体内的浓度减少 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区分 导致这个浓度下降 到底是代谢造成的 还是排泄造成的 还是比例到底有多少 有时候可能一上来我们没法区分它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词汇专门来描述 这个是趋势浓度下降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我们就来了一个消除 elimination elimination 就是说它既包括代谢也包括排泄 所以elimination是一开头 因此很多的这个动力学参数 KE 那就指的消除动力学参数 这里面既有 它可能也是有代谢 也有排泄 也可能是它的一个组合 所以这些术语的设置都是为了描述特定的过程方便 我们看一下这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英文的一些描述 首先给药 Drug administration 这地方画的是一个胶囊 然后呢就是进入到这个 有通过一个吸收过程 通过一个吸收过程 就进入到体内 进入到体内 那么我们看它的右边 ADME 这个呢就是PK pharmacocinetics 包括一个吸收 然后是分布 从血管进入到血管以外的 就叫分布 那么还有一个进入到排泄器官 包括肝脏肾脏的 然后离开体内的 这个叫消除 消除 在消除里面显然包括两个 一个M 一个代谢 一个排泄 这都叫消除 所以ADME 那么这个呢就是药带动力学的一个范围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胶囊 当然它不可能直接就变成 胶囊直接就吸收了 对不对 那么胶囊首先它外面的这个药 要有个崩解溶解失出的过程 药物要从这里面释放出来的过程 而研究这个过程的 那就是药剂学了 所以呢 当一个药物 这个病人拿到手上 服药过以后 首先进入的第一个过程 是一个药剂学的过程 就是药物首先是崩解释放出来 还溶出 经过药剂学过程以后 自集中的药物 就变成了可被吸收的药物 好 从这时候开始 从可被吸收的药物开始 进入到PK环节了 它经过可被吸收药物 进入被吸收 然后所以药剂学过程 主要就是调控在 从它的这个制剂开始到 可吸收的这个释放啊 溶解啊 崩解 溶出啊 像这些过程 它的很多的研究是可以在体外 就可以描述的 到了这个PK 经过这四个过程以后 最终 这四个过程共同决定了 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 所以 有时候大家可以 可能很简化 那就是作用部位的浓度 就与分布有关 就与分布有关 但是你要知道分布 它是后面我们要讲 这是一个扩散 从血管内进入到组织中的过程 它也是受到这四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形成了一个浓度梯度 然后决定了这个作用部位的浓度的 所以四个过程 就PK的过程 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 决定了在作用部位的浓度 作用部位的浓度 决定了在这个部位的药物 和相应的拔点相互作用 从而引起一系列的 中间的信号转导过程 最终引起了我们所谓可以测量到的 pharmacological effect 可以见到效应了 所以我们往往把药物最初始的作用叫action 那么经过初始作用 信号一天转导 最后看到外在的一个 我们可测量的 一些效应的指标的变化 我们称为效应 当然现在我们有时候也不严格的区分 action和effect 但是从专业的严格的定义来说 action是指药物和拔点的最初始的作用 最后的放大出来的 我们可测量的那些指标的改变 成为效应 成为效应 那么药理学的效应最终 我们把这些中间的这些指标 一直到这个疾病是不是痊愈啊 临穿的这个反应 叫做clinical response 这往往是更加接近于 这个疾病的一个转规过程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是不是痊愈啊 比如高血压是不是减少了 这个最后的足蹤啊 是不是减少了心肌梗死啊 像这样一些临床的反应 这叫临床反应了 那么它是经过这个药理学的作用的相应的效应以后 最终是不是能够对病理过程进行有效的干预 使得疾病的发展产生逆转 产生对具体有利的转变 那就是我们期望的efficacy efficacy叫疗效 当然如果这种改变有时候不可避免的 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的一些生理过程 这时候就会产生toxicity 毒性反应 所以这就是 那么研究下面这些过程的 那就是PD PD 药效学 药效动力学 首先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第一个过程 就第一个PK的 PK的过程我们从给药开始以后 我们看一下药物从给药部位开始 给药部位的这个药物 刚开始是最多 随着这个吸收的过程 它的浓度是逐渐衰减 在给药部位的浓度是越来越少的 那么与之相应的 进入到肝脏以后 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代谢产物产生的 随着药物进入到肝脏 代谢产物开始增多 然后进入到排泄器官 比如说尿液粪便 排泄的药物也开始逐渐增多 呈现逐渐增多这种趋势 所以所有的这样一些过程 那么我们这里还没有测 比如说特定组织中的浓度 特定组织中的浓度 应该是和代谢产物的浓度一样 因为代谢产物的浓度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代谢器官 肝脏中的浓度 那么特定比如说 作用把握的浓度 也是会从少逐渐开始增多 所以效应逐渐 于是相应的 就是效应越来越强 那么中间这条线 Drag in body 呈现一种风形的曲线 呈现一种风形的曲线 其实我们可以看是特定的 作用部位的浓度 刚开始越来越高 随着药物的衰减 它开始下降 所以作用部位的浓度 实际上是这样 所有的这些过程 ADME过程共同决定了 它呈现一个综合的效应 那就说最刚开始的时候 显然是药物进入体内的速度 要超过了药物消除的速度 所以体内的药物浓度 逐渐增多 逐渐增多 我们往往把这一项 在药材动物学院称为 这叫吸收项 吸收项 可是吸收项是不是只有吸收 吸收项不是只有吸收 吸收项其实消除排泄 这个过程是同时 就是代谢和排泄过程 是同步就已经开始了 只要药物一入血 它就会进入消除机关 也就会同步进入消除机关 所以它同步决定了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是以吸收进入体内的速度为主 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所以浓度呈现上升 到了后面当然就是 吸收部位的浓度越来越少了 所以它入体的速度开始衰减了 但是这个时候排泄的 消除排泄的速度 开始超过进入体内的速度 所以药物体内的浓度开始衰减 开始衰减 那么在这个最高点的这一点上面 它的动力学特点是什么 让你前一段话 那就是说药物进入体内的速度 和消除的速度正好相等 平衡 所以就达到 这个时候达到顶点 达到顶点 好 这个图我们主要是看一下 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没有代谢过程的 就是药物的转运 在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重点掌握的一个叫脂容扩散 在脂容扩散中 我们需要大家重点理解的一个概念 叫离子障 这都是一些新的一些术语 大家先用 同时我们在临床上面使用 进行分析药物分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 就是PH值的变化 体液PH值的变化 对药物转运的影响 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节中 需要重点介绍的三个概念 因为这本书很厚 所以大家一般的概念你要看 但是要重点理解 这样三个概念 首先看一下 跨膜转运 药物从 比如说你服药以后 进入到胃肠道 然后一系列的体内的过程 如果不伴随 有分子结构的改变 如果没有代谢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一系列的跨膜转运过程 你看到胃肠道 首先通过肠上皮细胞 然后进入到 这个粘膜下的组织间液 然后经过血小膜膜 要跨越这个生物膜 进入到血管内 然后进入到肝细胞膜 进入到肾小管滤膏 都是一系列的跨膜转运的过程 所以要讲转运的话 那么最基本的一个规律就是 看跨越跨膜转运 这地方的膜 可以是细胞膜 也可以是各种腔道的基底膜 这些膜有共同的结构 这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就是指质双层结构 指质双层结构 所以在这些生物膜上面 它的基本的构成是类似的 所以它的规律 也是具有普遍性 我们看跨膜转运 有三种类型 一个叫被动转运 主动转运 还有膜动转运 当然从耗能的角度来说 应该只有两个 就是耗能和不耗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被主动转运和膜动转运 可以并在一块 它们都是耗能的 都是耗能的 都是主动的一个转运的过程 那么只不过是膜动转运 伴随有更加 它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一个形态学的改变 这个胞先把它吞噬过去 然后再把它内线 然后进入到细胞内 然后再通过这个小炮移形 再把它从细胞里吐出来 所以就包影包涂 那这带有形态学的改变了 而其他的主动的改变 一般只有能量的分子 分子这个我们说载体 一个构型的改变 那么一般不从这个 在显微镜下面我们是很难观察到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被动 首先在所有的这些转运过程中 我们要说的是最重要的是 简单扩散中的智容扩散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重点 当然还有水融扩散 所以绝大部分药物 都是以简单扩散 尤其是智容扩散 作为最主要的跨模转运方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大多数药物在体内 它没有什么载体来帮助它 因为毕竟 这个自然气中的物质挺多 并不是所有的物质在体内 都能找到它一个载体 因为载体往往都是 一些大的蛋白质分子 能够和特定的药物结合的 所以只有一部分药物 少量的药物 是由液化扩散 液化扩散就是通过膜上的载体 通过载体 被动转运和主动转运在前面生理学上已经学过了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 一个是能量是不是消耗 再一个是转运的方向 转运的方向 被动转运是从高浓度侧向低浓度侧 又叫下坡转运 那么主动转运正好反过来 它是从低浓度侧往高浓度侧转运 要立着电化学梯度的 所以它需要消耗能量 消耗能量 那么大多数药物它的转运方向 都是从给药部位吸收 显然给药部位的浓度最高 因为体内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药物的 所以它都是从高浓度向低浓度 这就叫扩散 所以绝大部分药物都是以扩散的方式 来进行跨模转运 我们看一下 这个跨模转运的一些基本的方式 在这地方 在这张幻灯片上 我们看到载体借导的转运 一个是叫主动转运 一个叫易化扩散 这又是一种分类的方式 所以很多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对它进行划分 教科书上的一些划分是这位作者 根据他的一个逻辑分析的习惯 进行组合的 所以怎么样组合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每一个作者可能会按照自己的习惯 比如他这地方 他主要是想看一下 你这个是有没有载体帮忙的 没有载体帮忙的就叫simple diffusion 那都是简单扩散 如果有载体的 那就不简单了 你毕竟有个蛋白质在里面 但是蛋白质有载体协助的话 也分成耗能还是不好能的 有人说耗能的中 还有包影的 有形态学改变的 那就是魔动转运 还有转体转运 所以它有不同的一种组合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需要距离于这个具体的划分 但是你要知道 比如说在这个上面 我们看从这个形态性上面 最重要的 处于最中间的那个大量的药物都是 处于中间的叫lipid diffusion 质容扩散 这是绝大部分药物 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跨模转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药物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它的一个可吸收性 是不是能够吸收 能不能进入体内 那么首先就是你具不具有一定的滞容性 如果你不具有一定的滞容性 那你很难跨模转运 急性太强的物质口服是不能吸收的 不能吸收的 这就是滞容性 然后呢 还有些小的分子 它不需要溶解在这个质质双层 质质中 它可以通过膜上的微小的孔道直接进来 直接进来 所以这也可以叫水溶性扩散 或者叫滤过 通过这个小孔钻进来 虽然通过这样的途径进来的这个药物分子 必须分子量很小 在100 比如低于100 1到200 这个倒是这种小分子 急性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的水 那个酒 喝酒的时候 这个乙醇 尿素像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 这种小分子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扩散的 那么 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药物分子 还是借助它的质容性 首先溶解在子质双层中 在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再扩散 进入到膜的另外一侧 另外一个种方式就是 来借助上面的载体 借助上面的载体 进行扩散 如果是顺着浓度梯度的 一般是易化扩散 如果是逆浓度梯度的 那就是主动 主动转运 我觉得这张图 把主要的转运方式 做了一个开口 这是简单的 我们把几种方式 再重新进行一次归纳 被动转运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质容扩散 影响质容扩散的最主要的因素 一个是止水分配系数 这是我们在药化 在一个分子刚出来以后 首先它的一个理化特性 基本上的一个 就是到底是在水向分布的多 还是在子向分布的多 就是一个止水分配系数 显然止水分配系数越高的药物 质容性越强 越容易质容扩散 那么它会影响到 另外影响扩散的 还有膜的面积 面积越大 当然扩散的就进入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吸收的部位 吸收的部位 口腔 胃 肠道 当然肠道的面积是最大了 等我们会介绍 所以绝大分药物的主要的 吸收部位都是肠道 尽管有些药物非常适合于在口腔里吸收 还有些药物很容易从胃里面吸收 可是毕竟这些地方的面积太小了 而到了肠道 可能它的最实的吸收的 扩散 从单位面积来说 它可能不是扩散的最快 可是由于它的面积更广泛 所以大多数药物的吸收部位 是肠道 这一点概念有的同学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有时会讲 它的解力性非常容易 从胃里面吸收 胃里吸收会很快的 因此它就得了 这个药物主要是从胃里面吸收的 错了 虽然它在这上吸收的快 但是面积太小 而且胃的排空很快 它就离开胃了 而且肠道里面有6米肠 所以停留的时间也长 而且它的这个撇血环境和面积非常大 所以大多数药物的吸收部位 都是肠道 肠道 就是面积 浓度机度很容易理解 所以这个药物刚开始 还没有吸收的时候 最刚开始的浓度是最快了 但是随着这个吸收 这个跨物扩散 两侧的浓度梯度越来越小 那么吸收的速度是一个逐渐递减的 递减的浓度梯度 那么当扩散两侧浓度完全相等的时候 扩散就 它的净扩散就达到平衡了 就平衡了 就停止了 还有我们最需要大家理解的 就是它的瓶子化的程度 对药物质容扩散的一个影响 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我们这一张学习扩散中 重点的一个需要学习的一个规律 水融扩散 易化扩散 主动扩散 磨动转运 这个 好 我们开始 跪积到我们重点强调的 智容扩散 智容扩散 顺容差不好能 不需要载体 没有饱和性 就是有多少进去多少 不像那个载体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载体被坐满了 那车上坐满了 在后面的就上不去了 要等下一趟 所以它就具有饱和性 智容扩散不具有饱和性 所以很多的药物纯粹的剂量增大 那么进入体重量浓度就会越来越多 一直到达到中毒 甚至致死的浓度 它没有限度 也没有竞争性 当一个药物通过智容扩散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阻止它扩散的 没有竞争性 但是如果是通过载体的话 我们是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 也通过载体的物质 和它一起使用 就可以阻止另外一个药物的禁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上 来加以对抗 如果你是通过载体的 但是这种扩散 至少我们无法从吸收这个环节 来进行对抗 无法从吸收这个环节 我们通常如果中毒了以后 阻止它进一步吸收的办法 就是把在还没有吸收的那些药物 赶快把它清除掉 所以你吹吐 你倒泻 洗衣味这些办法 都是 它不是在这个膜的环节上对抗它 都是把它 或者是给它吃活性碳 把它吸附掉 不让它 不让它 都只是把 相当于把这个可扩散的浓度梯度 把一次的浓度梯度下降 来阻止它的吸收 减慢它的吸收 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去阻止 通过竞争的办法来阻止它 这就是 它的不同药物扩散方式 我们对我们这个临床的 一些治疗措施带来的 策略带来的影响 好 这句话还是很重要 大多数药物是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以后 要问你 大多数药物跨不转移的方式是什么 应该不价实属地说 这种扩散 在这种扩散中 影响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 叫离子障 有用trapping 离子障 这个概念大家要比较熟悉 什么叫离子障呢 就是非离子性的药物 不带有电荷 它的极性比较低 它可以自由地穿越生物膜 而离子性的药物 由于具有极性了 水溶性增大 脂溶性降低 所以它往往会 不太容易跨膜转运 容易被限制在膜的一侧 这样一种特性 就叫了离子障 所以你变成离子了 你就会遇到屏障 不容易跨膜 你非要变成非离子型 你就容易跨膜了 所以这就是离子障 我们可以字面上 这样去理解它 就是如果是离子型的药物 就会遇到这个膜的屏障 所以这个膜的屏障 主要是针对离子型的药物 那么这样一种离子障的特性 那么就会影响 一些药物的跨膜转运的行为 尤其是PH 由于它改变了药物的离子型 和非离子型的比例 那么从而就会影响药物 在某两侧的分布 我们看一下 这是若酸性药物和碱性药物 它的一个解离的方程 因为我们在体内的绝大部分的药物 都是若酸性和若碱性 很多药物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问 哪些药物是酸性药物 哪些药物是碱性药物 那么大家学化学的 若酸性的药物 是不是就是PKA 它的解离常数 这个小于7的 是不是就是若酸性药物 我想大家是学化学的 应该这个 有时候会误解 PKA值小于3的 就是若酸性药物 其实这个不是的 主要是看它在体内 看它这个水中的 这种解离的方式 以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它释放出这个 质值的 就是若酸性的 至于这个与它的PKA值的大小 没有关系 一般我们直观的判断 至少临床医生判断 这个是若酸性若减性药物 主要是看 通常它形成的盐是什么 如果是和金属形成盐的 那显然它是一个若酸性药物 比如说青霉素 青霉素是若酸性药物 因为通常我们用的是青霉素钠 通霉素基钠 或者青霉素基甲 对不对 它是和金属形成盐的 所以青霉素是若酸性药物 但是涅霉素呢 牛酸涅霉素 你看它就是若减性的 所以这个阿多品 牛酸阿多品 阿多品是若减性的 所以我们一般是通过 从它这个盐的形成 是和酸根还是和金属形成 那么就可以大致判断 它是一个若酸和若减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还有些当然从药名上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线索氧酸 R4P0 这是若酸性药物 离子胀 细胞膜 对于离子性的药物 它的通通性会相对的降低 这就是所谓的离子胀的 另外一种表述的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若酸性药物 它结了以后变成离子型了 离子型就会遇到膜的屏障 不容易跨膜 而非离子型的很容易跨膜 当然到了这一侧 它同样可以结立 若减性药物也是这样 若减性药物 直接生物解释很快的 但是它一旦离子型以后 它也很难跨膜转运 那么这样一种 这个解离的程度 是会受到 体液两侧的pH值的影响 所以下面我们要讲一个 很重要的规律 就是对pH值 改变体液两侧的pH值 对药物在膜两侧分布的一个影响 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 若酸性药物 它的一个平衡解离常数 实际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相信大家在化学中都已经学到了 那么pH值 随着pH的改变 那么它会影响解离型 在和非解离型的这样一个浓度比 因为在酸性 如果酸性药物在酸性环境中 相对来说是不容易解离的 但碱性环境中是更容易解离 是更容易解离 那么同样的碱性药物在碱性环境中不容易解离 在酸性环境中更容易解离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性 而且这种解离的量的变化 是可以通过pH值和pK值的这种差值 可以有一个定量化的 有一个量化的这个规律 有一个量化的规律 所以若酸性药若碱性药物 这地方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方程 如果是若酸性药物和若碱性药物的这个 若酸性药物是pH减去pKa 如果是若碱性药物是pKa减pH 这个解离的这个公式在这方面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这地方去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会晃 那么打起的时候会大大的延缓你解体的这个速度 但是这种题目在每次 无论在各种层级的考试中都会出现 就是说当把pH值达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这个浓度在另外一层的浓度 它的比值是多少 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一个具体的例子 色干酸钠 这是一个抗过敏的药物 阻止肥大细胞脱克力的一个药物 它的pK值是2 由于它是色干酸 从名字上就可以和那形成炎的 所以它是一个弱酸性药物 那么我们看弱酸性药物在胃中 这个胃的pH值还是4 说明这个还不是很酸的胃 还不是很酸的胃 那么正常的pH值 胃里面酸钥区一般在1到3这个范围 1到3的范围 这个酸度还不算是挺高 pH值4 pH值4呢 我们看看总的来说 那么pH值4减去2 那么它有10的二次方 就100倍的这样一个浓度 浓度差异 那么我们很容易通过它的解决数 就可以知道 在酸在胃里面 在胃里面 那么主要是 弱酸性药物在酸性中 它是这个 弱酸性药物在酸性中 那么它的总的一个浓度101 其中这个弱酸在这一侧的浓度 相对于这一侧 在相关于血浆上来说 血浆中偏碱性 所以弱酸性药物在碱性环境中 可以它的比例可以达到10的五十方 1万比1的这样一个程度 但是在酸性环境中 是1比100这样一种程度 那么总的来看 从这两侧的浓度 这个对比来看 弱酸性药物中 容易从胃 进入到血浆 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弱酸性药物 容易从酸侧 进入到检测 因为在酸侧它的解离 不太容易解离 大部分都是变成非解离型 但是一到了检测以后 它就解离了 解离了以后 它就不容易立扩散 不容易立扩散回来 所以最终当扩散达到平衡的时候 如果酸性药物 更多的时候会停留在检测 更多的时候会停留在检测 这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再看 这也是一个临床上 经常用到的一个实例 就是巴比陀 这也是个弱酸效果 它的pK值是7.4了 是7.4了 7.4当料液为减性的时候 就是你的pK pH值明显的增 把料液的pH值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远远大于它的这个 这个平时的这个 我们知道平时的这个料液 它的这个pH值是相对偏酸的 如果你用减性 大量用比如碳酸氢蜡 大量的基脉输注以后 就可以明显的减化料液 提升料液的这个pH值 这个时候就会使得 弱酸性的 这个本巴比陀 在减性的料液中 大量的解离 解离以后的这个料液 料液中的这种解离的 这个药物分子 就不太容易在肾小管中 重新被吸收 因为离子脏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一种要促进弱酸性药物 迅速从肾脏排泄的一种有效的抢救措施 就是弱酸性药物这个中毒的时候 我们要通过简化料液 阻止它从肾小管的重新收 促进它的排泄 所以这个规律不能够反过来 如果弱酸性药物 你给它大量的输入什么 这个维生素C2 把料液变得更酸了 那这个就是反而抑制了它的排泄了 所以反过来如果是 若减性药物呢 那你要酸化料液 用酸化料液 所以这个方向都是一种 这个改变它的解离性的这个比例 从而影响它的跨模转运 也就是在肾脏里面 一个主要的跨模转运就是重新收 重新收 因为在肾脏的公司内容 我们知道大量的进入到 肾脏管的药物 大部分都会被重新收 所以我们只要稍微的改变一下 它的重新收的比例 就会明显改变它的排出量 排出量 所以中毒的时候 弱酸性药物的时候 中毒的时候要简化料液 这样一个规律 还会在后面的很多的实例中 都会提到 你看这是一个母亲的乳汁 哺乳的时候 哪些药物更容易进入到 母亲的乳汁里面 从而使得这个哺乳系的这个 这个婴儿 更容易可能受到乳汁中药物的影响 那么到底是 弱酸性药物和弱减性药物 哪些更容易进入到母亲的乳汁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对的这个 这个药物的 相对的一个pH 我们看 母亲的血液 血浆 大概是7.4 7.4 而乳汁的pH 也许一般是在5到6 那就是说 乳汁相对血液是相对偏酸的 偏酸的 那么哪些 那这样一种规律的话 哪些药物是相对容易从血液中进入到乳汁 分泌到乳汁中期的呢 弱酸还是弱减药 弱减性药物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要转一转 不要从头去分析 因为在临床处理的时候 一般要形成非常固定的一种惯性的思维 毫不犹豫的 马上就要开始处理 你还给我来推一推 这个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 这个用同性相持 异性相吸 把这个问题 这个普遍的一个规律 就是如果酸性药物的 它容易跑到检测 如果检性药物 容易从检测进入酸测 那么这样一个规律 你记住这样一个规律就行了 那么在体内 我们知道很多的体液的pH值 是相对 都是有一定的pH值差的 比如说细胞类和细胞外 细胞类因为有代谢产物的产生 细胞类偏酸 细胞外液是相对偏解的 乳汁相对偏酸 这个血液 还有胃和血液之间 这地方的梯度 酸度的梯度 当然是差的更大 差的更大 还有像这样一个 弱减性药物 我们看 维尔各种各样的考试题目 这是要你说出具体的比例来出来了 具体的比例了 弱减性药物7.9 pH值6.9 那就是到底是水减谁的问题 到底是十分之一 还是十倍的问题 首先弱减性药物 在6.9的时候 非减性性所占的比例 跟接近哪种情况 我看有的人已经回答出来了 就是10 如果在里面 到底是90还是10 在那边 好 这样的问题 大家自己下去再去 重新按照你自己的思维的习惯 把它理理顺 你想再来的问题 应该回答起来应该非常快 我们在谈 简单扩散中的第二种方式 就是水溶扩散 水溶扩散 水溶扩散 因为只适合于小分子 这是在口服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 水溶扩散 为什么只适合于小分子 是因为细胞膜上的 这个膜孔的孔道 直径是很小的 只有4到8个I 是要4到8个I 所以它只适合一个 这个小分子 当超过100以后 它的这个通透性 就会大大的下降 可是这样一种规律 在注射的时候 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细胞间的这个间隙 和膜上的孔道相比 细胞间的间隙要大得多 你看这是血管膜 血管膜的内皮之间的间隙 是比较大的 它比膜上的这个间隙 要大出 将近是它的10倍 所以很多的 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药物分子 当然蛋白质是不行了 蛋白质 所以血管 在血管里面的蛋白质 是不可能从 血浆蛋白是不可能 从这个毛鸡血管 这个渗出到组织中来的 如果它是完 没有受伤的话 但是血浆中的 其他的一些融资 都可以自由地扩散 从血管里面 扩散到血管以外 除了血浆蛋白 原蛋白分子量太大了 这是40个胺 也把它挡住了 那么反过来 如果你在血管外面 注射一个药物 比如说皮肌下肌肉 注射药物以后 那么同样 顺着浓度梯度 它也可以通过 这个细胞的间隙 扩散进入到血管内 所以这就是 我们注射给药的时候 直接把药物注射在 这个毛鸡血管的周围的话 它也可以在组织 也迅速可以扩散 所以这个时候扩散很多 是通过水溶性扩散进来的 水溶性扩散的 因此如果我们做一个注射剂 我们可以做成油剂 也可以做成水溶剂 那么哪一种扩散的速度 更快进来 这个时候就是油剂反而扩散的慢了 水剂扩散的更快 因为水剂它迅速在组织间液 就扩散开来了 都可以进来 油剂它不太容易 在细胞外液中扩散 所以它的扩散面积就很小 只能够在有限的面积中 缓慢的扩散 这就是我们通过改变溶酶来限制一个注射药物 吸收速度的一种方式 换句话说 在注射的时候 它的主要的一个扩散的方式 是通过毛细续管制的细胞间隙来进行吸收的 还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意识地把分子量变得很大 甚至是一些比如说干扰素 干扰素如果正常的话 它在继脉输注的话 它的伴出息很短 很快就降解了 因为有大量的蛋白酶 那我们干扰素如果治疗干眼的话 是每天都要注射的 如果每天都去继脉输注的话 你看这个人365天 因为他的疗程至少要一年 那就365个真眼 这个显然是不太合时机的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最好一个月打一诊 或者每一个星期打一诊 那像这种慢性治疗的话 我们就会有意识地加 把它的分子量 用方式修饰 把它加大 然后打在肌肉或者皮下注射 这个时候大的分子 那么有时候甚至会超过 毛细血管的细胞间的缝隙 那这个时候分子量最大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循环系统中 能够进入循环系统中 通透性最大的 这个末梢的这个机构是什么 毛细血管间隙 这是什么 比毛细血管间隙更大的呢 就是毛细淋巴管 所以分子量特别大的呢 它就只能通过淋巴管吸收了 淋巴管吸收了 这个时候就会很缓慢 好 我们讲到了子龙扩散 转运中的这个 然后是液化扩散 我们提两个 这个就是药物的转运 通过载体转运的 我们提两个 但是重点的是下面一个 一个是摄取性的转运载体 摄取性的转运载体 这个大家可以在书上看一下 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个 外排性的转运体 就是P糖蛋白 在我们的肠细胞上面 有大量表达的这个P糖蛋白 这个药物进入到 比如说通过了肢容扩散 有一部分药物进入 通过肢容扩散 好不容易进入到 这个细胞里面来了 很快它就会通过另外一侧 应该就可以透过肠联膜 就可以吸收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物质 正好是这种P糖蛋白 和这种转运体能够结合的话 是它的底屋的话 对不起 它又可以通过 这个转运体的构像的改变 又把你放出到 厂枪里面去 就你反而 真正能够吸收的是 那些没有被这个 P糖蛋白 这个 放出的那些药物 才能够真正的进去 那些只要和它接上了 它又可以把你 重新打回到厂枪里面来 这就是说一种 外排性的转运体 这种外排性的转运体 也是我们在研究这个肿瘤的时候 发现很多肿瘤 为什么给了药以后 慢慢慢慢又 它又发生抵抗 赖药 原来是肿瘤的细胞 这个表面 它表达大量这种P糖蛋白 把进入到肿瘤细胞的药物 又放到肿瘤细胞外了 所以这个肿瘤 对这个化疗就不敏感了 所以一直我们把 表达这种蛋白的基因 都叫多药赖药基因 认为这是一个 肿瘤细胞特有的 后来一发现 体内正常组织 大量表达这个东西 而且这种P糖蛋白 现在被认为是 机体保持内环境 稳定的一种机制 就是进化了以后 因为药物都是一些异物 那我们要保持 我们的内环境 相对要干净一点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 所以它在这地方 让一部分的药物进来以后 它把它再棒出去 它本来的生物学意义 是维持一个内环境稳定的 但是它形成了一个 在形成了这个 在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来说 它是一个使得吸收减少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P糖蛋白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外排性的蛋白质 这就是P糖蛋白在临床上面 最常见的一个 相互作用的一个实例 就是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 他们吃降压药物 钙通道组织剂 销本地瓶 氨氯地瓶 这些药物 吃了以后 有一部分人 原来它不是用矿泉水去喝 它说我用稀釉脂喝 结果这一杯稀釉脂喝下去 有一部分吃药的人 哇 血压就降得非常厉害 都晕倒了 就是导致过量中毒了 我们只要稍微控制血压 结果它一杯下去 都出现过度降压 出现休克了 怎么会 一杯稀釉脂会导致这么大的厉害 这就是食物药物相互作用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我们看一下 你看 一杯稀釉脂下去 我们看菲洛提瓶 菲洛提瓶 它通常的计量是五毫克 五毫克 这是试验历数的六个人 一杯稀釉脂250毫升 我们看 如果你用矿泉水 不用稀釉脂的时候 它的AUC 刚才我们看了 一个风行曲线 这个风行曲线 这是浓度 这是时间 刚才是随着 它就 这个 叫 Arial AUC反映什么 反映进入体内的量 它和进入体内的药量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给它吃了一个药以后 到底有多少进入体内的呢 我们做动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物杀掉后 做成云浆 然后一测 知道是进入 但是在人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进了多少 实际进了多少毫克 是测不出来的 那么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这条浓度时间曲线 用这个AUC 来反映 因为AUC 显然它进入到血液中了 形成血液中的浓度了 这肯定是入血了 然后根据它的浓度的高低 还有它的次序时间 这样一个量 来反映进入体内的量 所以AUC 与进入体内的药量 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看一下 菲洛地平 如果你用矿泉水 叫control control这个词 叫控制 对不对 一般我们翻译成控制 但是在我们药 在药理学中 这个词有特定的叫对照 control叫对照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所以很多时候写个C 就是control组 那么试验组我们叫test 所以CT 所以对照组 我们看对照组 是用普通的矿泉水来喝药 它的AUC只有44 可是一杯 用250毫升的吸油脂喝下去以后 就变成103了 你看 面积一下扩大 相当于吃了两粒了 那么还有更有 理所地平的 一下变成4.1了 相当于一下吃了4颗药 那当然会出现血液 急剧的下降 原因就是吸油脂 它可以阻断 它对这个 P糖 蛋白 还有 这个藏心膜脏 另外一个酶 代谢酶 就是3A4 都是有一质作用的 都有一质作用的 所以本来是可以 有一部分药物 是要棒到外面的 它把它一直掉了 不棒进去了 所以它的生物利用度 一下就增高了 这就叫做生物利用度 就是你吃的药物 实际被机体吸收利用的程度 我们叫生物利用度 那么本来这个药物是一部分 不会被吸收的 现在它把它外邦的机制 消耗的机制 跟它抑制掉 使得进入体力量 大量震动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下场课继续讨论 sniff 健康